字幕 skyscrazy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亞洲藝術的古董藏地讀書會 我是主持人卓鑫修 我終於回來了 然後我們今天呢邀請到了 哇賽這個陣容太厲害了 我們邀請到了潘神潘中銜老師 然后再来最美艳的贵妇 尤瑞玲 尤老师 她就疑惑眼前看着我 她不是介绍过了吗 你这贵妇再指回去 好 再来是我们的收藏家 许九章先生 嗨 大家好 然后还有我们专业度 哇塞 一等一最 台大的教授 蔡嘉芬教授 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呢 要聊一下这个长笛的 八笛 八笛 长笛的身体 身管 身管的部分 我们已经聊过头管了嘛 尾巴 尾管也聊过了 我们现在身体还没有聊 身体的部分 那可是我前面几集 我还没有补到 那看YouTube啊 去看YouTube 要记得大家回看YouTube哦 好 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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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今天要从什么方向开始着手呢 OK 我们就从上次头的延续来好了 我们知道说长笛的构造来讲最早的话是追行管的 到贵母才改成刚刚好颠倒的 这边比较宽 这边比较窄 对对对 追行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目前在聊到这个身管来讲的话 我们讲八笛这一段是长笛里面我们讲除了阴孔 阴准再就是有案件的载体 所以它有不同的执法系统 然后阴准再就是说它是跟头尾銜接的地方 它的构造是这样子 所以一般我们从以前在设计的时候在巴尔克年代 像这两个笛子是古典时期的 它就是以阴孔为主 一直到贝母才改成案件为主 所以这阴孔的演奏上跟案件是有点不一样 我们等一下再来聊 好 那第一个部分是说 我们知道长笛的振动是头下去以后 透过身体转到尾巴 所以它在身体的选择上 从以前木头开始到这个金属 如果要讲究点的话 其实我们在材料选择上 头跟尾巴是比较硬的 也说硬度比较高 身体是比较偏软一点点 因为它振动是一样 所以的时候最透过再振动 你讲的是过去还是现在也是这样子在处理 过去他们选择的话 好的Maker 他会选择让身体是软一点点的材料 我们在很明显在这个木头上就看到了 有没有这个材料上不太一样 它染色过 对对对它有点染色 但事实上你个别去敲它的时候 这两个比较硬 这两个比较软一点点 有没有 有有 就是说我们希望它争论的时候 这是一个过渡 然后这一段的工作就是要稳定 材料稳定 稳定除了说在这个不明显 那你如果到这个贝母底上面以后 你如果材料不稳定 很容易就会产生摇晃 你的按键就是没有那么强壮 会会位移 可是它软一点的原因 有没有也是因为人家好制作吗 这是其次 这是其次 因为以 我们以刀具加工内 这个软的话 对刀具都没问题 它最后是一个考量 考量上 音色上面的考量 对音色上我们讲震动 乐器的最重要是用震动产生音波 产生声音的 所以要震动的考量是最主要的 所以以前的那个追寻馆的 我们刚刚看到单件的这一支 它是由不同两种材质去做拼接的 还是每一段其实有可能都是不同的 理路上它是一个木头取下以后 它们会取材会敲 哦 就算说 每一段的密度 对 对对对 它们有特别挑过 如果说你够讲究的话 所以它是同一个木头 但是只是不同的部位 应该说同一类的木头 但是它里面有挑过 那我们就像木头 从底下长上来 它有分支 有分支地方有时候有节 有木地方会比较硬一点点 那有的比较中间比较软一点点 它们其实会 会 在选择会上会敲一下听 很讲究 不是全被只是装起来 是是是 那包括我们现在的吹头在做 其实比较讲究的Maker 虽然做一次吹头 它还是会敲 事实上我们在做吹头的时候 一样一个木头这样子 你知道在哪里开孔最好吗 有没有想过 在 是跟竹子一样吗 是那个结的地方 但是木头没有结 对 木头它最主要是说 它我们正常的木头 是一个生长有机物 事实上它生长的时候 有的地方会比较密 有的比较 因为有可能受伤 它会比较密一点 或是四季温度不一样的时候 长得快慢 对对对 所以我们通常其实 在做木头其实要敲 如果说你要做 你要做木头的话 你要拿另外支木头敲 可能要再翻了 不同的点 它撞击的撞击波不一样 你可以听得说 有点它反射会非常清脆 那地方代表说 你如果在这里当一个吹口 打击它震动会比较大 所以好的吹头 其实你不要看木头 那个讲究可以到非常讲究的 那又为什么说 你说木头一些那么贵 贵在这里 你要非常讲究 所以不是说 随便一个木头都可以做 不是 这种木头可以适合做乐器 还要挑部位 当然当然当然 就是说 我们讲说以前的讲究度上 你也没有知道你要什么东西 然后你在制作上 你要注意什么 包括选材 包括制作你要怎么挑 要怎么开口 然后怎么制作后续 包括怎么让木材稳定 那是很大的学问 那以前有综合性的 就是同样一支 可是不同的材质 去做拼接的吗 不能说是拼接 而是说它找最好的组合 那又意思不太一样 所以有可能是不同的木头 不同取自不同的木头 取自不同的木头 这是比较极端的 其实它们就是可以在 同样一类的木头里面 就可以挑出 因为自然的生长 它的不同应该是讲说 是不是就同一棵树啦 不是同一棵树 就比如说是假设 我随便讲 比如说它章树 它就是挑选章树 只是很多 很多科的章树 是的 它在仓库里面的一堆材料 然后敲敲敲敲 但是不是章树 我是随便乱给的 章树 不太能 我只是随便讲 某一种木头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 例如说章树配竹子 质配什么之类的 这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以前比较不会这样做 因为毕竟还是 顾虑到一个品质 同样一种 同样一种木头为主 所以木头的选择上这样 然后再来就说 我们会聊到说 像最早的时候是没有按键的 其实在我们现在在演奏 包括音乐或者是莫达的音乐的时候 因为觉得有些音跟我们现在用金属笛或者贝母笛吹起来有点不一样 那就是按键的差别 像刚刚刚用吹中国的曲子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手指上可以做滑的 此外就是说一些柔音细的变化 我们如果透过按键的 毕竟它的那个力弊比较长 它动作会比较不像我们手指这样 直接过去了 所以它比较慢一点 所以像以前一些曲子像一首黄音唱歌 是那个杜芙乐的 不是杜芙乐 那个更早的一个曲子 库布兰的吧 是那个长笛摔起来的 对对那一首 我们试过用长笛吹很难吹 那我有试过用这个吹 会变得非常简单 因为它一些装饰音的奏法 其实它是为了这种笛子写的 所以它的弯滑过去就OK了 而且很舒服 那有些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 这样就很轻松做了 可是一旦你回到按键式的话 你想就知道 啪啪啪啪啪 就会没有那么轻巧了 这是我们在演奏上 在音孔跟按键的区别 另外我们又开始讲到就是说 Body在设计上的差异 我们刚刚第一个讲就是说 以前的乐器是 追行管的跟直管 它的用戏上不一样 还记得吗 就是我们追行管 其实你在车的时候轻轻吹 因为你气吹 要去车有一个压缩 所以往低音的吹法 你是可以慢慢放下去的 所以那个低音感觉是比较慢 比较沉的 在巴哈的音乐里面 或者说早期的巴哈音乐 有这种倾向 但是在贝母里来讲 我们很明显的 这里是追行的 然后这里是管状的 所以当你往下 所以说这里有一个 有点放大 可是放大到这时候 其实往右手推 大家有没有感觉要推 要推 这个演奏上 基本上在低音的 一个音频上的感觉 你最低音有点要紧 可是在早期 音乐的低音是比较松的 所以音乐的演义上 在这里也有点不一样 这个有机会大家可以 我鼓励大家有机会可以 去吹One Key的笛子 这样你可以 One Key就是这种笛子 追行管 你可以 touch 到这个感觉 这有演奏后 你会比较了解到 八个年代跟观点时期 那个音乐的一个风格 比较容易搭 然后第一个就是说 音孔与安全的区别 就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差别会很大 然后中间有一个过渡的 就是 大家在德国贝母 发明贝母里以后 这个叫假见式的场底 但是这个不是贝母的 这不是贝母的系统 所以它主要还是 还是 还是 它只是多加了一些辅助件 对 我可以比较 它最主要的构造还是 这六个孔 它还是算影帝是这样的概念吗 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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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孔 然后因为特殊的半音 它就在每个音孔 这样做的半音 就在旁边一直加 对对对 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Clarnet 有没有印象 Clarnet在 对 这也长得很像 我们现在所谓的 贝母式的 贝母式的Clarnet 也是借用这个系统 跟这个的执法系统 其实是相法一样 只是说它的 八度是十二度 跟我们八度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它的想法 半音就是在孔 旁边都在孔 这是一样的想法 OK 然后这样的案件的 一个吹法上 一样就是会 跟现在笛子不一样 这个特别是用在 现在我们吹音 艾尔兰音乐 英文艳 当然民谣的风 用很多大量的这个效果 那这个效果 你用现在笛子 其实很难去表达 这是线线上的一个差别 大家可以有机会 也可以参考 但是它这个是 这边比较送 它也是追行的 对它也是追行管的 它的形式是 比较反向于 OneKey的发展 然后我们为什么说 贝母在那个年代 做了很大的改变 就是它把这个追行管 跟执法系统改成一个贝母系统 嗯 那这是哪一个国家 这德国的 德国的 德国的接受贝母比较慢 它一直到1889年以后 德国接受贝母 比较慢 对比较晚 比较晚 对德贝母不是 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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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妙很妙 但是 我要红回了的意思 哎 有点有点 你就觉得 华格纳说 他的曲子里面不喜欢 像trumpet的一样 对对 很长 对他都唱 心事 他不准心事 拿心事长笛 在乐团里面 在乐团里面 他说我听起来像trumpet 哈哈哈 对 代表当时的贝母底的音量真的很大 音量很大 然后再来 我们要比较特别是说 到贝母这个年代的话 有的音孔 其实我们现在比较少讨论是 音孔的大小 嗯 在我们当时贝母说 他从这里到这里的时候 他想把音孔变大 对他挖大 音量可以大 对 然后大以后 大到我们手指盖不住了 所以要按键来盖 OK 那到底音孔 要大到多大呢 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这要大多大 嗯 要大多大 嗯 当然不会比这个管子的指大 大到多大 嗯 就是他觉得他 你是说他其实有试不同的尺寸是不是 这个事情反而不是贝母试的 在Rustro那时候试的 嗯 所以音孔大小不是贝母定的 贝母有他的标准 可是因为他的寿命跟他的那个时间有限 所以他在音孔上他只是到了一个程度他停 后面有人继续在 以后有人有人说是错 那我们来讲说一般 音孔小跟大 在这个笛子上有什么差别 有印象吗 小会比较小生啊 试的小生呢 比较柔啊 是这样吗 试方向是对的 那一方面是说我们更具体的 法国人喜欢柔一点点 所以法国又回去缩小 对比较缩小 比较缩小 对 就是德国人都已经把它open了 然后但是法国人又喜欢小 又把它弄小 所以加一个ring这样子 套上去 然后它可以连动 因为你其实是 那是阴孔 那你刚刚讲的 我讲的是管身的这个 管身的大小 对 阴孔阴孔的洞 而不是上面这个按键的洞 对啊就是这个挖的洞 对这个洞 没错啊 对这个洞 这个洞来讲的话 比较小的阴孔的话 它的效果是说 我们这位legate会比较顺 因为它的气的泄压比较小 是是是 OK 然后它的声音比较柔 相对的它的 我们讲内衣会比较绵一点 那大阴孔的话 好处是说因为它的泄压快 所以它断裂式的ate会比较快 满意比较快 会比较跳咒 断咒上会比较灵敏一点 是的 是的 所以就变成现代的长笔在做的时候 就要选择 就是整个中找一个平衡点 对对 没错 这个就我们刚刚有讨论到说 那个音准对平 那个跟这都有关系 然后 那时候在1890年代的时候 Rustro 它有实验过 它说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现在的长笔的音孔的尺寸有几个 然后现在是 然后现在是 但是它的扩 它是有点扩打开 就是那个管系 是的 这会很贵啊 Rustro model 是因为它把音孔改大了 我们可以等一下做这两支做个 做个比较 等一下我们再拍 OK 你会发现 有耶 真的很大颗 这次做所有系统 对啊 哦真的耶 真的很大颗 我们要不要给镜头看一下 对 会 会拍特写 真的有差 不讲大家都用 我以为是男生用的 你是说那个手指腹比较大圈跟小 肉比较多跟比较小 我就不觉得欧洲看到那些男生 手都超大的 直接把孔塞住 这个大很多 大很多 对 这是Rustro model 比较特别的 你刚刚讲两个名字 一个叫Rudel 对 Rudel Cut Rudel Cut 跟Rustro 那刚刚是Rudel Cut based onRustro 还是Rustro Rustro是Rudel里面的一个技师 你刚才说里面一个工程师 Rudel是一个公司的名字 Rudel Cut 另外一个刚刚是技师的名字 对啊 里面的里面很多的技师 其中一个技师 Rustro 他一直研究被母的研究很透彻 就是在系统上的不一样 所以照理说这一支会比较大声 就是比较大的孔洞 对对对对 他的断奏跟法应上也会比他快一些 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 是因为刚好有两把 嗯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说在各种不同的执法里面 各种执法其实差别最大的是 身体 包括我们的执法系统 因为头大概设计上就是各式头 你都会同用 尾巴我们看只要是膝尾 它凶都一层不变 膝尾都一样 所以真正我们在音准 然后跟不同的执法系统 其实最大变化是在中间这一节 好 那我们今天有带一些 就是说我们从最早的 那叫Occiston旧系统 旧的系统是这样的 它这个系统其实它是从 从这个系统来的 它从把这六个洞 六个洞 再塞起来 再塞起来 因为它所谓的背母就是说 我要大到手指盖不起来 加剑 然后它的半音就是用加半音的方式 所以这种系统 事实上的笛子是隐低调 它不是隐稀 它是隐低调 它是隐低调的系统 它去做 所以这两支的执法是差不多的 对差不多 是的 只是它有没有加盖子 加盖子而已 它的想法是Occiston的 所以Occiston就是 背母之前那个系统 用六个洞开始 加延伸的一个系统 所以它还不是一个半音阶的概念 还不是半音阶 那我想请问一下 隐低调跟隐C调 它的想法对不对 想法 OK 我们现在的笛子 如果是隐C的话 它最低音是Do 然后Re 我们每放一个都是一个 C大到音阶 对 那隐D的话 就会类似这种音孔 我们全按的话是D 然后F就是升F的 升8 然后这是升C 所以它自然放到它 是一个低调的音阶 所以我们用 我们现代影光来看 它就是一个 一调的低调乐器 可以这样解释 可以这么讲 虽然当初它其实 它是本来就这样 是 用现代C调的影光来看 它就是低调的一调乐器 是 只是说 它的整个笛子 是跟我们C调的音阶 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执法 变得不一样了 然后它的想法是影D 也就是说它自然放的话 是一个D调调音阶 然后以D调调再加半音阶 下去辅助它的整个音频 所以这种乐器如果在当代 你演奏莫达特 影D或影G的 你会非常轻松 你就不用F的时候 嗯 又跑回去 它只要滑掉就好了 嗯 所以会非常舒服 它的调音系统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说在当时 Bang5改制法以后 很多人反对 一方面 你演奏老乐器的时候 在升F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升F 升C 完全的不习惯 完全的不习惯 嗯 所以那时候改制有革命的 嗯 OK 那所以那个年代 除了说 它O-Systems以后 在Dudor Card来讲 它们特别又做一个 Guard System 也就是说 它把Guard System 它会把贝母跟A-Key 做一个结合 让你可以习惯 我去以前的人 要学好多东西哦 对 那是我们 反过去是说 它当时是发明这底子 让你学旧系统 要过度的时候 比较简单 跟我们现在 你现在是要再学 对 可是它是过度 所以它的 它可以步一步来 对 它是有成绩的 我们可以看它的执法 这一支短很多 平洋怎么这么短 这是引D的D子 哦它就是D的 对D 这就长得跟 有没有很像短笛 对 像短笛 它两层而已 放大手 放大的短笛 放大的短笛 那个短笛界的巨音 对对对 巨音短笛 大短笛 所以 所以一样的 我们讲 它的右手就是深F 但是左手就会跟贝姆迪一模一样 哦 就不是OpenG 真的就是两种 对 两种合起来的 然后 再来一个就是说 第三个说 这个 Recliffe Seed 他跟它颠倒 他的左手是贝姆 但是右手就是A-Key的执法 非常传统的A-Key了 哇 他也是用来做过渡吗 对也是做过渡的 让旧系统的人很习惯 这贝姆系统 一次改一边这样子 一次改一边 好像很搞刚 对啊 就为了做这件事情 然后发明一个异性 然后又重新设计 对对对 他还必须要通行啊 不然怎么那个 这当然是通行的东西啊 所以已经通行一阵子 不是就一两年 这个大概流行 大概都有五六十年以上 这整个系统的结束是因为二战 二战整个欧洲都打烂了 然后再来 这个以下就是我们的六七系统 一八六七 一八六七 就是说贝母在一八四七出来以后 他到一八六二十年 他觉得不够好 他就把他的系统跟八件式的 整个做结合 所以你如果用八件的执法 吹这个笛子 他接受 用贝母笛子吹 他也接受 所以他的变成他的结构上 他终合两套执法 他都可以用 是的 而且他更聪明 他的升G 在F以下 他不用瑕疵盖 他这次就帮你下去了 比贝母让你的手指更轻松的 真的 我们小子练得很痛苦 但是他还是有个升G键在哪里 没有吗 这里还有个 这不是升G吗 就是他最主要是跟贝母的openG差别 在来说 你只要在G跟升G的时候控制它 那你只要往下走的时候 他自动帮你盖起来 好聪明哦 对啊 好聪明哦 那么这么好的系统为什么没有持续沿用到现在 问得好 因为如果说你要卖笛子 你要copy这么困难的还是这么简单的 偷工减料的意思 没有啦 他叫你们唱了一家 那个叫Andre People讲 都照着下面去讲 对啊 那一方面是因为他有专利啦 事实上你看那时候贝母的专利已经过了啊 他的专利还没上 他的专利也很不一样 对啊 这个酱米这边也有两个 酱米它是模糊子要控制的 对 而且他的联动很特别 只要你吹这样吸烈的 你吹右手的F按下去 他会跟着干下去 哦 他有调性的 很调性 很调性 非常调性的 对 这边 这边 这里 他就会自己 自己干下去了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设计有算盘的感觉 算盘 因为大概我看过最复杂的迪士 大概就是这个系统 对这个感觉是蛮复杂的 哦他 这是确有件 哎不是 不是不是 他在控制这样逼那边 嗯 上面这两个是Chioky 外加的Chioky 你在说这个 这两个 这个小小米 他的Chioky甚至是 Re跟Mi的Chi 哦 嗯 然后我们一般 DoRe的话很困难 Do跟Re 可是他都是这样 放开就是Re的 哦 所以没有我们所谓的 过度的问题 DoRe就这样了 那可是他如果再上去 没有那个段的问题吗 没有问题 对 他他就设计的很好 那为什么不Chioky 因为这很难做 难做啊 太难做了 他其实蛮复杂的 他连这个中间的 就 对 所以我说这个看起来很像算盘 这个非常难拆 这非常难拆 真的哦 这个维修上面应该是蛮头痛的 我每次回来我都会拆过 哦 我说这个 我可以拆过 这个 我可以拆过 所以我可以拆过 我可以拆过 可以拆过 就能拆了